轻轻转动中间瓶颈 旁边两小瓶跟着连动 就像在变魔术般三瓶合一 靠的是在瓷器中加入机械齿轮构造 但您可能很难想象 眼前这件作品已有270年历史 香港苏富比秋拍台北御展 将在下个礼拜登场了 那么您看到现在我旁边的这件作品 就是这一次最重量级的作品 三元转弦屏 第一次在台湾亮相之外 在全世界也是首度曝光 预估它的拍卖价格将会达到 两亿元以上的新台币 仔细从镂空处往里头看 您会发现三个评声中 讲的就是清朝皇室最重要的活动 木兰秋险 杨彩三元转弦屏是中国陶瓷史上 最重要的督陶官唐英 在乾隆19年所创作 也是他此生最后大作 不过要来台展出也不容易 这个纸是防潮防酸的 所以这个雪梨纸就是我们包古董的纸 仅和层层保护以外 防弹保全车转属运送 还有人员和保全 从库房到落地台湾绝不离生 我们超过60件吧 估价超过75亿台币 艺术品市场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要收藏的人钱都在 看他有没有心情花而已 这一次台北展出作品 还有墨内的睡帘 碧卡索的雕像 康丁斯基白色椭圆形 一共60件 要让民众一次看足 更吸引收藏家目光 TV新闻李华龙张慧先台报道